民进党当局不要去问海下中线的事情 不要去问为什么自己的军机 被大陆的这个军机所包围 那么应该问一下 在这样的一个区域里 怎么会出现美军的战机 高度6900公尺的中共军机主义 一激入我空域 影响我非常安全 小老店 这么个努章胆闯出来 来试试我的伟毅团流冲撞吧 近期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殲16多用途战斗机 在中国南海上空 直接从美军侦察机 前方穿过进行拦截 真的我们还是20年前吗 最新的消息是 中共的航母山东号 刚刚在中午之前的消息 通过了台湾海峡 巧的是没多久之前 我们才刚刚做了演习 这个演习说 我们的海军模拟 要集成山东号航母 海风飞弹发射 还模拟对山东号进行编队 三枚的熊山飞弹攻击 测试立即变换机动阵地 更换弹箱 结果成功30分钟之内 完成了战备攻击 甚至海风大队 还以异地同时 进行第一轮攻击之后 山东号航母编队 溃不成军 葬身海底 大家都是凭空在那里讲嘛 是驴是马牵出来 走一圈就知道了 没有实战经验 就吹我这个武器 可以以一挡摆 以一打十 lesh洋 虐发 在鎿shop 。 durante